我要提醒魏文部 要檢婦的報告是誰 是高官 不是吉安署 所以高官已經違反當時的附加條件 請魏文部依法撤銷 高官議員 並非常相關當時購買高官疫苗 40.3億的相關經費 今天我們知道高端疫苗保護效益報告 本來就應該由高端自己提出說明 自己來補見 但是我們在11月3號的時候發現 高端有9成保護力的報告 是疾管署幫忙分析的 原因就是為了公共衛生 為了了解所有疫苗才做的 這是疾管署自己承認的 我想要請問會部部的 是不是為了要幫高端提出 疫苗保護效益報告的補考 所以你才修改了特定藥品 專案核准製造型輸入辦法 11月3號 14位專家學者在審查 跟通報告的時候 你們到底是不是知道 這報告是由集團組提出來的 去年7月19號核准高端的TV 那時候的附加條件是 專案核准製造期間 每月提供安全性監測報告 並於核准後一年內 減受國內外執行疫苗的保護效益報告 我要提醒會部 要檢護的報告是誰 是高端 不是集團組 所以高端已經違反當時的顧家條件 請會部 依法撤銷高端EUA 並非常相關當時購買多麼疫苗 41 40.3億的相關的經費 就是考生在考試 考生寫不出來了 老師把考件拿來 我來幫你寫 世界上有這種事情嗎 這個不叫做官商勾結 不叫做圖利 什麼叫做官商勾結 什麼叫做圖利 我要求 公佈14個人的名單 我要看看這14個人到底是誰 我猜很多都是政府的官員 被迫 先設變後畫法 就是那麼簡單的道理 我們政府淪落到 跟高端是一夥的 一夥都是 我講的難解 一夥都是賊 我捏 我 있으니까 他是這樣的 我看過 你都在哪兒 你都在哪兒 我身上 你最好